雨狀復驗上面有很多刺的 這個垂下來有點慢性 很多刺有慢性 這個顧名思義他們以前就叫這個名字 叫懸鉤子 所以這就是一種懸鉤子 這個叫做 楷葉懸鉤子 楷葉懸鉤子 楷是一個木 楷懸歸國那個楷 但是沒有那個樊 右邊那個樊 只有左邊那一邊 就是木頭的木 再加一個那個楷懸 但是把那個楷懸的那個楷的繁字邊把它拿掉這樣 楷葉懸鉤子 那這個懸鉤子呢 它這邊有果實 懸鉤子就是我們講的覆盆子 就是覆盆子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野生的其中一種 可是這個植物 這種楷葉的那個果 你看它是一串的 它好像葡萄一樣一大串 而且都很大顆 可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很乾 就是它的果肉 沒什麼水分 你吃覺得就好像在嚼那個海綿 就是沒有調味的海綿這樣子 你就吃得到東西但是完全沒味道 所以不是很好吃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果實量很大 楷葉懸鉤子 這個是比較那種荒地的指標 荒地的指標植物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